新的内阁当然是由赖清德总统当选人 来布一个新局 我们会完全支持 谈520赖团队内阁布局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挺到底 进新闻独家掌握 17号民进党终长会后 赖清德亲自和郑文灿肯谈 期盼他接下海基会董事长 而郑文灿也点头答应 愿扮演两岸沟通桥梁 大家认为他是一个自中派的政治人物 那尤其他又经历了桃园市长 那以及行政院副院长的历练 那以这样的一个高度来接海基会的话 那我想是非常足以升任 确实郑文灿在陈水扁政府时期 就曾担任海基会副秘书长 过去也当过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发言人 之后更在行政院新闻局长任内 负责处理两岸新闻和文教交流 而现在他还是中华港澳之友协会会长 而他在桃园市长任内 也设立桃园两岸事务小组 并亲自担任召集人 而当时的副召集人 就是现任陆委会主委邱泰三 昨天台湾遭遇大逼 真的是中共这边还是派了 共激跟共激来骚扰台湾 记怎么看中国做的 重大灾害期间 那么对岸应该去衡量 用什么样的方式 那么台湾的民众心里会有什么感受 对中国有一定程度了解 郑文燦被视为党内之中派 虽然我们有期待 郑文燦应该更好的位置 他也是有办法 三坡内阁人士陆续出炉 身为新系北流要角的副格 魁郑文燦不脱队 继续在AI团队扮演两岸关键角色 近新闻 最后报道